好家伙 这个弯甩的 重车 轮胎在咆哮啊 幸亏这个场地比较大 如果是比较小的话 就你这种拐弯啊 轮胎必须要炸一个 这个师傅呢 也是着急了 刚才就给我说了 师傅最快给我卸多长时间 我说15分钟 好了 治好车了 咱们现在开始干 看看最长多长时间 把它卸完 我敢说就今天这种场地啊 别说五六车 就是十五六车 一上午也能干完 今天这个场地实在是太好了 车离的也近 放的也近 叼车这个东西啊 就是站得近了 就是叼的多 然后速度也快 干活也方便 安全性还高 所以说呢 位置还是第一位的啊 特别特别重要 第一次啊 第一次是挂的四魂钢筋 重量大概四魂有多重啊 四魂大概在八吨到九吨左右吧 这一车祸是三十多吨 基本上三下就能叼完 三下就叼完了 你说能用多长时间 15分钟都说多了 咱们来看第二次叼的啊 现在起的这是四魂钢筋 先把绳打进去 打进去以后 再挂上一魂 一次 这一次叼的多 这一次叼上五魂 如果这次叼四魂的话 下回就叼五魂 一样的 看到没有 再挂一魂 这五魂大概就在十 十一吨 十二吨左右 如果呀 今天这个车 如果是开过来的话 就叼的少多了 就慢的多了 这一车啊 最起码这些 四十分钟左右 它倒过来了 就不一样了 又进 叼着又好干活 所以说 一车祸 三下把它叼完 前提是啊 叼的多了 绳 这些钢丝绳 一定要粗 质量一定要好 不能发生断裂的危险 发现有问题了 及时更换 这也是最主要的 还有剩下的这是几魂啊 四魂还是五魂啊 一下把它叼下来 这种场地千千不遇 很少碰见这样的 看我视频的都知道 我基本上啊 就是碰到那种 特别窄 特别窄的地儿啊 非常非常多 今天这个场地呢 还是 说实话 真的是千千不遇 很难碰到一次 看看卸这一片 这都是在 三个小时之内 卸完的 这一片 多快 多快 这一片 都没打开 这一片 都没打开 这一片 都没打开 感谢观看